苏夫人 苏夫人 苏夫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白衣女子缓缓向自己飘来 苏夫人 苏夫人吓得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不过很快她就认出了这就是死去的江王后 王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她自己被你的女儿打击害得好苦啊 苏夫人一脸的不可置信 质疑地问真是打击害的你们 王后告诉她打击引诱带王追割竹色残害忠良 说完将王后又缓缓地飘走了 苏夫人从梦中惊醒 发现四周已经恢复了平静 正当她于今未定之时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丝竹之声 好奇地她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却意外听到达几正在和带王谈话 我爹自到朝歌以后 差不多每天都要训斥我一番 我真是烦死了 带王 你就下令 叫他出关迎战吧 带王问他如果你爹战死了怎么办呢 达几却说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 况且他死是畏国畏民也是应该的 苏夫人听后怎么也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女儿之口 而身处王宫的苏护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苏护顿时就被吓醒了 我是笔杆 苏护简直不敢相信笔杆丞相居然被人害成这样 笔杆告诉苏护是达几挖走了他的心 还要他帮忙去问达几要回来 苏护听后震惊地说 真是我那不孝的女儿吗 笔杆摇摇头告诉苏护那不是你的女儿 苏护顿时就被吓醒了 嘴里不停地念着狐狸精 他立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 夫人说居然这么巧 自己也梦到江王后了 夫人还告诉他自己看到达几只顾叫大王喝酒作乐 而且还一个劲地催大王派你出征 全然不念骨肉之情 苏护这才想起当年送达几入宫那晚 有人看到了妖精进入了达几的房间 随后达几进宫之后就性情大变 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的女儿在那晚就已经死了 跟自己进宫的乃是一只狐狸精 想到这他绝不能让狐狸精再继续祸害下去 他赶紧找到了大王告诉他达几乃是狐狸精殿的 目的就是迷惑大王从而颠覆殷殷伤的天下 劝大王赶紧把达几给杀了 可是大王却认为他要么是在开玩笑 要么就是哪根筋搭错了 还说你要真替成汤江山考虑 那就赶紧出征去攻打西起 苏护再三相劝 结果大王不但不听还被激怒了 当即就命令苏护带兵出征 苏护的禁言不但没有引起大王的重视 反而还被角落里的达几给听到了 苏护回到家把此事告诉了家人 苏全中认为一旦我们出征了那狐狸精 就会更肆无忌惮了 夫人也说那妖精就是害怕我们进攻 所以才想尽办法支开我们 苏护认为绝不能这么任由他逍遥法外下去 于是他决定亲手去除掉达几 随后他又找到了大王 说自己即将出征生死难料想和达几再见最后一面 大王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便答应了他 苏护见到女儿后借敬酒之际拔刀就向他刺了过去 达几大喊着救命赶紧拿大王当盾牌 大王一把抓住苏护的手腕 苏护顿时就动弹不得 苏护你疯了 现人我不可以让你为我天下的 就让我杀了你 大王轻而易举的就把他扔了出去 侍卫见状赶紧将他拿下 而苏夫人见苏护进攻许久也不见回来担心出什么事情 便吩咐苏全中去打谈打谈情况 不料苏全中刚出去 大王就派侍卫把苏夫人抓了起来 苏夫人不解这是为何 侍卫告诉他苏护因行刺大王王后已经被抓 大王下令要将你们苏家满门抄斩 夫人听后顿时就吓傻了 而苏全中在进攻的路上被姬子威子两位王叔看到 王将他拉到拐角僻静之处 把他父亲行刺失败被抓的事情告诉了他 还说大王现在正下令到处抓你们呢 让他赶紧藏起来 不然抓到就要被砍头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苏全中手足无措 他逃到了城门口 看到城墙上张贴了捉拿他们的告示 而城门也已经有守兵层层在把守 他听到路过的百姓们都在议论自己家惨遭命门之祸的事情 还说都怪苏家出了个无情无意丧尽天良的女儿 不但残害忠良居然连自己的父母也不放过 苏全中听后恨得咬牙切齿 到了晚上 达紧前往牢里假装探望父母 如今苏护夫妇即将被问斩他也没什么好担忧的了 达紧直接向他们摊牌自己就是狐狸精 而他们的女儿达紧早就已经死了 我要败坏殷商的江山 我要弄得名不聊生 群起造反 你你好狠毒啊你 你知道我是狐狸精 又怎么样了